鄉親朋友大家好 我是憲心儀歡迎收看今天這個雲林新聞 有三電視一年一度的幸福 金氏總辦中電力將完完結束 這次有219天作品報名 競爭15個中行 台灣所為更新科技集團 提到生活方式節目中 以及公共論壇節目中 兩個中行的困難上都不簡單 生活風格節目獎得獎的是 漫步新旅行 觀眾來賓選部中獎的名單 由文化部基盤的金氏總辦中電力 可以說是優先電視的年度勝出 文化部長你一定也出席 觀眾電力表達對優先電視的感謝 新智長當然主要是鼓勵我們地方有限電視台 製作好的節目 每年透過這樣的獎項 我們也可以發現到 真的大多數的有限電視台 都非常的認真 而且辛苦 從這次這個最後的得獎結果來講 真的非常恭喜所有的得獎者 你們是實至名歸的 今年的金氏總有夠彈229件作品 來報名是6年來最多 其中台灣所謂更新科技集團 也提到生活風格節目中 以及公共論壇節目中 在爐處競爭的總控制 來調整是非常不簡單 首先要謝謝那個台術科的董事長 謝謝道志成的董事長 謝謝你願意提供我們很棒的資源 那還有謝謝這個王勝春總經理 還有謝謝周旭域副總 背後最重要的一群工程 就是我們製作中心所有的同仁 謝謝這個藍姐 謝謝我的攝影師 謝謝志哥 浩哥 君米 還有阿毛 那還有謝謝這個所有的文學師 謝謝你們這五年來一直支持我 那最後再次謝謝評審 那我們就會繼續拿著這份榮耀 繼續為台灣製作出優質的節目 謝謝 在我看起來能入圍其實就是得獎 因為這個競爭是非常激烈的 然後所有的工作者都很認真的 在耕耘在地的節目 然後記錄在地的生活 這個部分坦白說 不是主流的媒體可以做到的 由北港優算電視公司所製作 團大婚人北港吉米的節目 漫步輕旅行 這就是什麼風格節目中的肯定 有處婚人館長長雷生 特別透過的新聞處長來表達肯定 以及很好 我們非常高興聽到北港有線電視的漫步輕旅行 獲得今年的金氏獎 那這也是這個節目連續兩年獲得 這項紓容 那張立上的縣長 因為現在正在隔離當中 所以他也特別請我 要轉達他對於北港有線電視 以及節目製作單位的肯定 希望未來我們北港有線電視 以及製作團隊 能夠繼續製作優良的節目 來傳達我們雲林 特別是北港這個地方的一些在地的風土人情 持續把我們雲林的美好傳播給各界 團達電視的聲音 搭造優接的節目 是優算電視存在的意義 未來婚人新聞團隊會繼續來打拼 為鄉親定現上優接的新聞內容 做會關心電影的大小數 雲林新聞總合佈